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九哥 我现在是在海州客村的成农村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从这里过去 进去产党村 15秒 10秒还可以过去 整整6秒 5 4 3 2 1 快 这些插银墙目都没有停业 从这里进去就是一个城中村 哇哇哇 全部 哇马正常营业 我现在从这里进来没有行人 就除了有一些车子 还有这个送外卖的之外 行人相对来说比较少 看到这一排排的水码没有 全部把这些餐饮啊 这店封起来 还用这个水管板都挺紧的 没有一个在营业啊 快餐掉 我看到这个回收手机的在开着门 但是不可以进去 门开着 但是那里用个椅子围住了 这里有一个暂停美食 仅供外卖 餐饮可以外卖 好安静啊 哎我想去点杯奶茶 太渴了走了一天 我现在去喝点杯奶茶喝 水果茶有吗 没有 上面那些牌子 都是柠檬茶呀 奶茶柠檬茶 你说水果的话 泰式诺鲜清 清香奶茶吧 18块 诺鲜清要什么糖 什么冰 热的 正常糖 可以在那里坐一上吗 这里啊 不能吃东西 不能吃东西 除了我们只能吃饭之外 其他的和奶茶不能在这里喝 这奶茶都不能在喝 只能拿走后 那我先坐一下好 好 好 就吃了 好 好 好 现在我在晨晨葱里面 刚点了一杯奶茶 小姐跟说不可以弹食 点奶茶都不可以打开在这里喝 我可以现在暂时可以在这里坐一下 因为她这个奶茶还没好 好了之后我要拿走 不能在这里弹食 她就这么讲了 下下等一会然后继续往前面走 这个人家是老板 他可以在这里吃 九二九四 这 蛋的我都看不到的 就拿下来就掉了 放在哪里呢 我放个里面 放个里面 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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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或许多了 无法废 老板 马上点燃炮 骨头 面糊 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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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面馆 都是只能叫外卖 虽然有一些门店在 餐饮店在开着 但是只能叫外卖的 或者外卖 外卖取手 取餐的 小跨里也撒到 多小跨里 咦 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站在这里想喝一杯 喝个奶茶香吧 走个一天了渴死了 扎菌时间喝两口奶茶 城中村里面的棋手都是集中在一个区域 这是外语艺术技师学校 全部被隔离在学校里面 我一路走进来 行人就那么几个 剩下都是棋手 小哥 小哥 里面的云出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场景就让我想起了 当年去年嘛我在西南的时候被隔离那种情况一模一样 村里面的人就不能出来 像我是从外面过来的话他就可以 可以过来 就是不能进村 就是里面村里面就进不到 我只能在这个大马路外面 哇前面应该是一个核酸检测点 这个客村啊这边的城中村 我是走了一圈 就发现其实他这边是 就是城中村里面的 住在里面的人呢 是被隔离起来 不能出来全部围起来嘛 你也是在外面的话 的人是可以出来走动的 像比如说你要在外卖呀 买菜什么的话 可以在美团上面点 点之后有小哥 我们给你送送到的话就是倒一个点 就可以上来拿了 就这样子 然后每天做一次核酸 就这样子 比我们之前去年在西南的这个情况好很多 我们银香粮外卖都叫不到的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没关注九哥的 记得先点赞关注哦 拜拜